公務人員的倫理都沒有 你主持的那個部務會議他會出席嗎? 我主持 部務會議? 保護的會議 部務會議有通知他嗎? 好像有 有通知他都會 擴大 因為我們是一個月有一次是一班的 一次是擴大的 擴大的他都有參加 所以他今天有上班嗎? 今天有沒有上班? 他有 他在忙什麼? 我不知道細節 但是他說手上工作很多 那個部長我要提醒你 過去的法務部長 其實都受人民很大的尊重 民調都非常高 你要運起來啊 檢察總長如果自己這樣子 這個沒有公務倫理的話 這個可以依照公務人員這個服務法 法辦他 你知道嗎? 我自己本身公務人員出身了 哪有說這樣子? 今天也是成法案嗎? 我們提的法案跟他特徵組都有關係 他可以不來嗎? 這個 再怎麼講都講不過去 部長 委員會今天有要求這個 將黃世民總長送檢評會 部長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內部要先討論 一個禮拜開會 可以決定嗎? 檢評會什麼時候開會 不是我們決定的 但是我們自己內部要先討論 是不是要送檢評會 還是怎麼做 妳的看法要送檢評會 我現在還沒有定論 我現在還沒有定論 你有沒有問一下大家 底下人這樣的行為公然看命 侮辱你 你還沒有定論 是我們不宜在這邊討論 因為很多關於人事的事情 都應該大家要充分討論 而且一定要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討論 如果在這邊表態的話 顯然會有很大的壓力 你不要一顆死壞了整個檢調系統 把你的法務部系統一顆死都全部壞掉了 部長 這個你認為立法院羞辱總長 總長哪個地方? 我現在不記得 是他自己印象深刻 因為我記得在這邊好像有說到什麼東廠西廠 什麼特務治國等等 你是說我們立法院這樣侮辱他? 對 他覺得這樣是一個侮辱 他是認為說我們立法院有些委員認為他是東廠西廠 所以他受到侮辱他不來了 他說這其實是理由之一 過去也沒有人說總長是東廠西廠 在我印象裡面 過去從來沒有哪一個檢查總長被這樣講過 真的沒有 你去瞭解回顧一下以前的所有的總長 沒有一個人被這樣講過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很屈辱嗎? 不是他要檢討他自己 可是現在也沒有證據說他特務治國啊 怎麼會沒有呢? 地檢署已經就所謂違法檢討的部分不起訴 總共監聽了幾個檢察官? 你再講一遍 地檢署已經就他違法檢討的地方 不是 你總共監聽了幾個檢察官? 這個跟有沒有違法無關啊 看事情上有沒有需要 違法監聽檢察官可以這樣子嗎? 違法監聽檢察官可以嗎? 如果違法就被起訴了嘛 他們有起訴啊 特政署監聽了幾個檢察官? 我是不知道但是如果有違法已經被起訴了吧 他監聽了幾個檢察官你不知道? 這個跟有沒有違法無關吧? 沒有我問你他監聽了幾個檢察官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喔 不是檢察官 自己監聽自己的部署喔 檢察官就絕對不可以監聽嗎?我也不懂這一點 如果檢察官犯罪不能監聽嗎? 部長你不能說不懂我可以說我不懂 但是你不能不懂啊 我對委員的問話我不太懂 為什麼說對 他還沒有監聽林秀潮檢察官? 好像有 那還沒有監聽另外一個檢察官? 有沒有? 有 印象好像有 也有嘛 他為什麼在這裡回答說只有監聽一個林秀潮檢察官?其他都沒有 細節我不清楚 所以嘛今天他沒有把話講清楚嘛 不敢來面對現實嘛 我沒有記清楚不表示他沒講 這個事實不是講他東廠西廠 問他到底監聽了幾個檢察官? 這個是很重要的是非問題 你第一次可能說是誤會 烏龍 你一而在蔡豪山就不是烏龍 這個人家不會接受的啦 對不對 這是地檢署偵辦的範圍有沒有違法監聽? 好那我問你一個你是怎麼 剛剛部長也說很委屈被罵這個笨蛋部長 我想請問部長齁 如果你連下屬都管不住 還要為下屬嚴謊 還要被下屬炮轟 你連要將下屬送去懲處的話都還是回去再研究 請問委員他什麼時候拋轟我? 蛤?他沒拋轟你? 沒有啊 他沒有拋轟你? 沒有啊 他怎麼會拋轟我? 你沒有為他援謊? 我沒有為他援謊 你沒有為他援謊? 我什麼時候替他援謊 你沒有被他援謊? 沒有啊 確定沒有? 沒有 好這個我相關的事證我都拿給你 下一次我再問你 好 你有沒有被他援謊? 有沒有被他拋轟? 至少你管不住他嘛 至少你要送陳主你跟他講說回去研究嘛 法律的手段本來就有限啊 不是 我先問你 你這樣的主觀 難怪人家怎麼形容你 我一定要依法行政不是嗎 你依法行政我沒叫你沒有依法行政啊 他沒有依法依照公務員的服務法 接受你的要求啊 他為什麼不來呢 也要照程序走嘛 不是嗎 好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懲處? 我們要內部先討論 什麼時候可以討論出來 我還要有時間才行 今天會開到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嘛 一個禮拜還是多少 還有一個月 我們內部要討論 對呀多久嗎 多久嗎 你對他的要求他都不來啊 今天不只立法院對他的要求 你對他的要求都不來 你要多久要求他 這個部分你怎麼處理 多久處理 我還要先研究我有沒有權利 沒有我給你時間嘛 你自己講嘛 我一有時間我就回去處理 但什麼時候會有結果我不敢講 那我問你什麼時候一個月夠不夠 一個月做什麼 做出研究啊 要不要送到檢評會啊 可以 可以做出研究可以 要不要送檢評會可以不可以 可以 一個月夠不夠 夠 能不能再縮短一點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的行程是如何 我能夠做出決定的時候我自然盡快 因為我從來不喜歡拖椅 部長你這樣態度我 我沒辦法問下去了 我不想 嗯 接下來請潘偉綱委員進行巡討